广告前看到微良那個相關指標股 來踏第三章 微良請上來 我問一下 因為剛剛已經請微良追了 電子五火還有包括了電子 慢慢有點亮 如果本週我假設 電子有機會慢慢逐漸的抬頭 它漲的會不會就是 您所謂的漲價概念股呢 對 這個一定是今年電子主軸中的主軸 那以這個剛剛提到的銅箔來說 相關廠商金居目前呈現N字型的上工 那準備來挑戰前高 台光電當然它短線漲幅比較大了 正乖離率拉開 所以基本上如果想切入的話 應該是回到五日均線這附近再考慮 五日線就是州線 股價漲的漲的越漲越遠了 這叫正乖離 正乖離太大太高不追 等它有點靠近周線再來追買囉 對 沒錯 那筆電雙A來看華碩 這一波來講的話 現在是有一點往下回檔 那基本上正在回測季線 如果這裡守得住的話 我想可以用區間方式來做操作 那宏基其實它又稍微再更弱一點 已經跌破了季線 所以可能會在近期來講的話 先往下尋求支撐打第二隻腳 所以空手的話先觀望一下 那晶圓代工部分剛才有提到台積電 其實已經突破了它的下降壓力線了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應該是可以買進 然後參加除息 聯電的部分 其實走勢也很漂亮 均線糾結以後 慢慢是要準備來往上發散了 所以這裡看起來是另一波行情的起點 世界先進目前是出量 然後突破了景線 所以也完成了底型 如果本週有震盪的時候 也可以逢低去做佈局 好 從銅箔加工的金居來看起囉 好 那金居剛剛提到 它所謂的一個N字型上攻 如果我們以這一段到這一段 去做對稱的話 對 那它應該是有機會 來突破前波高點 那再來 所以所謂的N字型 就是通常會這一段 等於這一段嘛 沒錯 OK OK 所以91塊 等待它突破了 再來 2383 台光電 那其實提卡 原本也是打出一個底型出來 那目前均線就是開始往上發散 不過五日均線現在開口有點大 所以如果有回測 而且配合量數的話 會比較安全 我跟你講 現在要找這種股票 真的不簡單 整理好久 然後均線揪麻花 就等紅K棒 衝上去之後 往上做開花 當然現在已經開花 一段時間不追了 可是這種均線 往上揪麻花 時間拉長 往往它會有一大破斷 好 分享一下 再來第三個華碩 好 華碩剛才提到 其實現在它已經有點要來下探季線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在這個區間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影線是它的壓力 這個下影線是它支撐 所以有可能在這個區間 來回操作會比較安全一點 350 428 如果它的季線怎麼回測都不破 沿著上揚季線走就代表 代表其實還有機會再發動一次行情 往前高來挑戰 紅基 那紅基就稍微弱一點 你可以看到季線一樣的位置 但是它已經跌破 而且比較糟糕的是 它現在各期均線 全部糾結在這裡 那如果近期之內 沒辦法趕快站回去 來到這個地方 那反倒是這個全部都變成了 蓋頭反壓了 所以可能會往下來測一下 前波低點的支撐 威良這段話非常經典 觀眾朋友邊看邊學 不是叫你馬上操作 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再的強調 均線揪麻花 像這種均線揪麻花 現在均線還沒蓋頭反壓 就像剛剛的這個 剛剛是哪一檔 台光電 一根的紅棒 我們來一根紅 如果這時候紅基來一根紅 就讓你真的紅的話 我告訴你均線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很差的 來一根的黑 不好意思 你均線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拍兩瞪眼 對這個就五條均線往下 就五雷烘頂了 對所以就是要無聊 就是要跟紅基講 如果有心要對散戶 讓散戶對您的投資有信心 那現在剛好是關鍵時刻 把握機會 是 下一檔 好 再來看一下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如果以短期來說 他是已經先突破這條下降壓力線 那所以基本上呢 以大型股來說 這種表態 通常真的一發動 應該就會走一個比較大的行情 而且被我們上個禮拜成龍大哥 上個禮拜我成龍大哥說的 今天的外資買召台積電第十名 本週五千六百多張 也就是本週外資 如果買盤都是百億百億百億 他成為必買標的囉 是 沒錯 漂亮 因為他的配息又增加了呀 增了二點七五元 好 聯電來 好 聯電剛剛也提到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前一陣子算是均線 慢慢的收斂 短中期現在也是糾結在這裡 那現在已經佔上了 所有的均線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也準備要攻擊 我問你喔 這景線55塊有機會越過嗎 有機會 那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最近雖然是這個量縮 但是基本上呢 如果我們看五三四七 世界先進 因為是相關同業 這個表態有先後順序的 對 所以這個其實他的一個 大底部的景線已經突破了 等一下您的先後順序是怎樣 世界第一嗎 世界第一 然後再來的話是台積電 台積電 因為其實基本上 這個是台積電集團 只是說世界股本比較小 所以他先漲 然後換台積電 那通常台積電上去之後 再來都是換聯電來比價 所以230是第三棒 沒錯 觀眾朋友 薇良的推論太經典了 跟您報告喔 他過景線創高 他今天也創高了 等他喔 就他聯電回到聯電 這不要輕 回到聯電 就等聯電跟上步調過景線喔 62塊多 跟您講 今天的外資買到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聯電 三萬六 你好厲害喔 最貴一檔了嗎 聯電 對 OK好看完了嗎 好感謝薇良 非常謝謝您了 跟您報告 外資今天動作 薇良也不知道 只要剛剛的推論 我覺得好精彩 原來半導體的走法就是 世界一 台積電二 聯電三 外資買上第一名 就是他買的理由 推論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不用推論 因為行政院已經告訴您答案 就是今天六月十五號 可以申請書款了 慶榮請上來 針對有孩子 孩子比較小的孩童 家庭防疫補貼 每個孩子一萬塊 250萬家庭受賄 250萬人 今天開放申請 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申請對不對 對 他其實是有您的限制 第一個其實是 你的孩童是要在國小以下 或者是念國中或者是高中 但是他本身是身心障礙的學生 他就可以受惠這一次 每個人一萬塊的防疫補貼的政策 我問您 國小以下 以下我們學過數學 以那就是包括國小 所以有小六到小一到幼稚園都OK 到零歲都可以 那這樣懂嗎 所以小學六年級以下都OK 小學六年級也涵蓋 對 都涵蓋 但是父母他必須得去做申請 那另外一部分政府也會做一個主動發放的一個狀態 那申請的部分從今天10點鐘開始 那6月12號然後6月15號申請 然後6月18號首波的路障就會進到你的戶頭裡面 那申請的方式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上網去做申請 另外一個是用實體的ATM去領取 所謂的實體的ATM就是你只要有那個提款卡 你把它塞進去 出來之後錢就會吐出來 可是你一樣也要透過申請 不然他會自動給你錢嗎 會 自動給錢 自動給錢 那就不用申請了 所以有些人不一定有這個ATM的提款卡 大家都有ATM吧 但是這個ATM是有限定銀行的 有限定中國信託 台信銀行跟國泰四華 只有這三家 只有這三家銀行可以 那如果你沒有這三家銀行 就還是得去做上網申請 那上網申請 其實你要去哪裡申請 其實你就打這個網址 就1萬.gov.tw 我發現我們政府越來越聰明 給1萬 所以你的網址就是1萬.gov.tw OK 那進入這個網站之後 他會要你輸入一些申請的資料 第一個你要申請人的資料 就是你要把孩童的健保卡號 輸入進去 另外父母或者是監護人的身份字號 也要打進去 另外如果你要指定到哪一個銀行的帳戶 你必須得去輸入金融機構的代號 然後金融機構的帳戶 把它輸入到這裡面之後 然後按確定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說 目前這個資料已經登記了 帳號審核審驗中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 6月18號就會將1萬塊 入到你的子弟的帳戶裡 所以提醒你右框 如果你申請步驟一到步驟二 一定要看到這個紅框框 已登記帳號核驗中 這樣才算是完成作業 完成作業 好 我們再往下走了 ATM的情況 那第二個其實就是ATM 就很方便知道 那提款卡 如果你有這三家銀行 就是中國信託 國泰四華跟台信銀行 這三家 就進到那個ATM 那個把卡丟進去之後 那你會看到一個畫面 像中國信託會看到一個提款的畫面 然後像國泰四華它現在目前已經有出現一個方框 這個方框就寫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那台信銀行也有一個方框 它也是寫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太方便了 這個真的很方便 對 就點進去之後 然後一樣也要你輸入那個提款卡的密碼 然後輸入就是父母的身份證字號 還有孩童的健保卡號 輸入確認之後 那交易成功提取現金 錢就拿出來 一萬塊就吐出來了 等一下我問一下 衛陽你幾個寶寶啊 兩個都可以領 都可以領對不對 老公幫我拍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在座來賓 林珠跟衛陽就各領兩萬了對不對 是 他們各兩個 林珠你也是兩個嗎 也是兩個 你申請了沒啊 我還沒申請 還沒申請 那你有這三家銀行嗎 都有啊 都有喔 那他很好 他不用上網 直接ATM 對不對 ATM領就可以了 要直接吐出那個白花花的鈔票 才有那種實際的感覺 好 今天開始了 我們看第二 第三章 也就是如果你孩子更小的 未買兩歲的又不一樣 未買兩歲的 其實他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其實是政府直接就 錢就撥進來了 那主要是你在今年的五月份以前 你有跟政府申請所謂的預額津貼 跟托育補助者 現在目前政府的預額津貼 一個月大概是三千五百塊 然後托育補助一個月大概是三千到六千塊左右 本來你有領的 就不用再申請 直接撥款到你戶頭 好 六月十五號就是今天就會直接美名補助一萬塊到你的戶頭去 感謝政府大家共渡難關 然後這個其實當時其實要申請所謂的預額津貼 其實它是有些門檻限制的 比如說你的所得稅率在20%以上 你就不能去申請這個預額津貼 所以你就不能按照這個政府直接入帳的這個方式 所以你還是得回到剛才所講的進入到網路申請 或者是用ATM的基台去做申請 所以如果你的所得稅率在20%以上 不是不能領 而是它沒有辦法這種方式領 直接入帳 不是直接入帳 你要自己再去網路申請 對 在六月十五號 就從今天開始到九月三十號 自己去網路上申請 嚇死我了 我以為所得稅率如果兩成以上就不讓你申請 那又排付了 沒有 就是你要多一個程序到網路申請 對 那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六月一號 六月一號才剛出生的 那因為他現在還沒有健保卡 所以其實就必須得到護證事務所去完成登記 然後同時去幫小孩子小baby去申請健保卡 那一般來講健保卡申請到最後能夠去申請 大概需要十天的時候 十天的時間才能去做申請的動作 所以這個月六月一號以後出生 所以我今天十五號 我早上十五號凌晨生的可以嗎 可以啊 就是反正只要我有生寶寶 對 只要九月三十號以前生出來的 都有一萬塊 對啦 這樣講我就聽得懂 你的預產期 九月三十號以前生的都OK 都可以領 嬰兒都OK嘛 好 就三張的資料 希望今天的紓困方案 家庭孩童的紓困 您聽得懂 慶容講得很清楚 非常感恩您 謝謝 請回座 還是要幫台灣加油打氣 我就說了 台灣永遠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 現在確診人數的遞減 希望未來的某一天 我們在疫情升溫之下都能夠慢慢的 一天比一天好 台灣人就是這麼好 團結心地善良 也要謝謝蔣永傑 謝謝所有的企業 幫助我們台灣每一個難關都可以順利度過 感恩 敬廣報 回到香港之後 這個是競賽的問題 因為沒想到電動車的市場 強弱 換人了嗎 不再是特斯拉說得算 為什麼福特可以崛起呢 敬仲 告訴你